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yping 成语故事,秦朝末年,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,推举楚怀王子孙为楚王,君威大振,以被秦朝溺亡的赵,魏、燕、韩诸国,也刺激复国,与楚王结吻反秦。 项梁率军接连取胜,秦二是胡汉及浅大将张韩统领大军镇压。 定逃一战,楚军大败,项梁战死。 张寒遂徽师公兆,围困赵王于俱禄。 赵王向楚王紧急求救。 楚王以宋义为主将,项羽为父将,睡师元赵。 而是传说,新闻逼真兹。 宋义利徒必开秦军锋芙,报存十例。 储君开邸安阳,敬一阻四十六天,只待秦赵厮俩败俱,才徽歌出击。 这就极善项羽 他几番催促宋义渡河作战都被拒绝 宋义甚至说冲锋陷阵我不如你 丑谋划策则你不如我 项羽一怒之下 山颂号令全军 并报告楚王 楚王命项羽围主将 项羽亲率全军渡过张水 玄疾破暑沉舟 每人只发三天干粮 与秦军决一死战 此时集结在前线的已有十几支各地员招入队 各路员军见秦军势大 都不守迎战 不敢轻易出战 楚军一到立即发动猛攻 一场恶战杀生震天 楚军将士四出山猛虎 以一当时直杀的秦军落花流水 溃不成军 各路员军在自己营脸上看到了这一壮观场面 储君大杰 向羽从此成为各路反秦部队的领袖 好